有回應我們提出的一些問題 可是感覺上就是說 他處理的尤其是中堂期的措施 是比較具體跟專業的 所以我這邊再提出幾點疑見 第一個就是說應該在對本案的交通影響 在中堂期的具體措施要再補充給出來 第二個就是上次有請說相關地方主管單位 像台北市政府交通局 其實後來他們好像也有寫意見 還有當地基民 因為未來在施工或營運期間都會造成中堂 因為2000多人也是相當一個學校 所以目前看起來他處理的情形還是不太夠 那後續像台北市交通局他們的意見 應該也要把這個納在環瓶順頭 那另外就是說其實台北市政府都市計畫 他已經規劃了一個貫穿園區的向別的道路 那這一部分雖然上次的開會也稍微提到 可是在環瓶書領頭都沒有加進來 那這個相關的資料跟未來批建或規劃的一個時程 應該要把他們納進來 那第四點就是說基於那個開發單元 應該負起那個社會責任減少的民怨 那希望你們做了一些規劃 應該再做比較詳細的說明 謝謝 好 謝謝應援所的說明 那我們接下來再請問我們的委員 就相關議題發表意見 首先我們先請您正兩名委員 主席